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个问题 关于失速税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这里面呢 我想从七个方面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包括增值税 消费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四大税种的立法呀 改革相关的事情 对吧 然后也包括大家特别关注的房地产式的立法 也包括我们之前谈到的史无前例的海南字报港特殊税制 以及最后一个深化税收整管 那么首先进入第一个问题 关于增值税的立法与改革 那么增值税的立法呢 是在2019年的11月份推出来向社会征求意见 刚好呢 是我当时去财政部挂职锻炼的时候 临走之前呢 我就跟上海的很多朋友讲 我说马上去布里了 去的呢就是调法司 调法司呢 负责所有财政税收立法的事 包括增值税 消费税 对吧 然后关税以及土地增值税 最难的房地产式立法都是我们的事 不敢说能够影响政策 但起码能够反映诉求 所以我说啊 你们如果有任何关于增值税立法的诉求 你都可以告诉我 我帮你们反馈上去 对吧 然后当时呢 有一个企业的财务总监 就跟我讲说 哥老师 我对增值税的立法 只有一个诉求 我是您说 他说我想取消增值税 我说好的 我一定想当面向客枪总理汇报 他说你是开玩笑的吧 我说是你先开玩笑的呀 对吧 一个占比达到40%的第一大税 你说取消就取消 闹着玩呢 不可能 对吧 真正应该讨论的是什么 关于增值税的改革啊 十四五规划里面讲了这样一段话 叫做聚焦支持稳定制造业 所以重点是谁啊 制造业 对吧 重点在于制造业 这么怎么支持呢 没告诉你 对吧 然后接下来要巩固产业链 工业链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聚焦支持稳定制造业的时候 有可能带来制造业税负的下降 那么以制造业作为尽项的下游行业 对吧 我拿制造业作为尽项了 那么它的下游行业税负就有可能怎么样 上升 由此就会导致产业链 工业链怎么样 波动 对不对 所以我要巩固 怎么巩固也没告诉你 对吧 最后提的一个要求就做优化增值税制度 对吧 怎么优化也没告诉你 就是方向说的很清晰 但是呢 具体的政策啊 留下了游刃有余的空间 那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可以想象的空间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五个方面啊 我们认为改革的一个方向 第一个 减并税率 就是我们之前在增值税里面跟大家讲到的 增值税目前最大的问题依然是多档税率 对吧 三档税率 那么之前就已经提出来 2018年就已经提出来要三并二这样一个方向 对吧 我也跟大家讲的 我说在立法中三并二是完不成的 要在立法之后进一步的推进改革 为什么这样讲呢 你来想两档税率意味着什么 一档基本的高税率 一档基本的低税率 基本的高税率在哪里 13再降一个点到12差不多了 对不对 差不多了 但有很多人说 哥老师我们希望是10% 我也喜欢10%啊 但问题是三个点的降低 财力上能不能承受 对不对 与此同时低税率在哪里 6到9之间 对吧 那么前两年传出过一个中间税率8% 显然不敢用 你要用8%的话 6%的行业能起义的 对吧 那么所以大概率9要降到6 又是三个点的降低 能不能承受啊 即便你承受了6%的行业满意吗 不满意的 他说你们都在减 凭什么我不减 你们都在减 我不减 那就意味着我的进一项税额 有可能减少我的税负就怎么样 有可能上升啊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人家说我也要减 我希望减到5 一档5 一档10 非常漂亮的两档税率 但问题是漂亮是漂亮 对财力的要求怎么样 太高了 所以短期内是做不到的 要在立法之后进一步的推进改革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完善进一项底扣 对吧 前面也跟大家聊到 我们的进一项底扣在不断的完善 把不动产 旅客运输服务等等纳入 那么现在关于进一项底扣呢 大家最关心的还有两件事 第一个 人工成本进进项 这是很多劳动密进行行业的企业的朋友啊 一直在关心的 好多朋友都在问我 那么这个地方呢 也来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回复啊 关于人工成本进进项这件事 你死了这条心 对吧 为什么 它不符合增值税设计的基本原理 增值税是要对增值额征税 对不对 人工本身就是增值额的一部分啊 对吧 如果增值税允许对人工成本做进项底扣的话 那么各位后边学习的过程中 你就会发现 那增值税跟企业所得税还有多少区别呢 对不对 没有多少区别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啊 制度设计上讲 不应该期待人工成本进进项 而值得期待的是什么 是贷款利息进进项 这个现实中让底吗 不让底 理论上呢 当然可以 凭什么不让底 19年8月份我在无锡做一场中注协组织的全国直播课啊 上午呢是财政部的领导讲 下午是我讲 中午呢 无锡财政局的一个领导陪我们吃饭 问了财政部的领导一个问题 说贷款利息的迹象 凭什么不让底 啊 讲得非常好啊 问得非常专业 然后财政部的领导听完之后呢 微微一笑 不方便回答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无锡的领导非常的朴实 夹一块子再就问人家 也就说你说一下为啥的是吧 场面一度变得比较尴尬 为了缓解尴尬 我就补了一句 我是因为减税规模受不了 然后呢 财政部的领导听完之后拍了一些我的肩膀 说哥老师你知道的太多了 对吧 就这么简单 减税规模受不了 贷款利息 进一项底扣的减税规模有多少 你可以自己来算 中国企业的贷款预额100多万亿 民间借贷的成本7到8个点 税率6%的水平 大几千亿的规模 所以这个事不是不能做 只是不能什么 在现在做 要在未来时机成熟的情况下 再把它推进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那么什么时候时机成熟呢 我认为有一个特别好的时机 就是当我们减并税率 三并二 使得某个行业的税负 有可能上升的时候 把这个政策怎么样 推出来 对冲政策的影响 懂我意思吗 作为一个组合政策来用 是比较好的 这是我们看到第二点 第三点要解决的 进一项留底退税 要写入立法 对吧 前面一直跟大家讲 进一项留底退税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 不断扩为的过程 一直在去变得越来越规范 那么现在我们需要把它写入立法 也就是说将来我们留底退税这件事 要变得常态化 不要再发生什么 纳税人跟政府 在跟税务局之间的这种互相怀疑对吧 骗子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留底退税要写入立法法定 但我们要强调这个地方留底退的是什么呢 依然是增量留底 就相对于某个时间点之后新增部分的税额 对吧 那很多企业关心什么 说我们的存量留底特别多 尤其房地产业制造业 说刚刚说没有大量的存量留底 能不能给我们退 理论上当然可以 但是为什么现在退不了呢 就是因为你们太大量了呀 对吧 没有钱啊 对吧 将来有钱了 财力允许了 就可以做啊 第四点 征收率啊 只有一档3%啊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增值税的征收率呢 实际上有两档 一档三一档五 对不对啊 我们现在呢 告诉大家将来只有一档3% 那么意味着5%啊 将会退出历史舞台 什么时候退出去 不知道的啊 一开始想要把这个东西写进去 告诉你什么时候退出 让这个市场上的企业呀 有一个稳定的预期 对不对 但后来呢 没有写 为什么呢 因为不同的部门对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有分歧 就是大家没有达成共识 那没有共识怎么办呢 我在部里一年多学到关于立法的最高艺术 就是当我们有分歧的时候 你就把它删掉 就没有分歧了 对吧 就这么简单 对吧 你现在急着要完成立法 但同时呢 大家还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 那怎么办 那就先把它删了 删了之后不就没有分歧了吗 对不对 但是删了之后 马上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有漏洞 对不对 那很多经常有纳什人跟我们讲 说跟老师 我怎么觉得这个制度有漏洞呢 是政策设计者脑子有漏洞吗 政策制定者的脑子的漏洞 肯定没有那么大 对吧 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 但他很有可能都已经提前想到了 这里有问题 但为什么会有漏洞 往往就是因为意见有分歧 没有达成共识 但我要急于推进改革 只能先把它推出来 那么产生了漏洞怎么办 我们就看看纳什人怎么钻 方向怎么样 打骨钉不就完了吗 对吧 税制改革往往是这样的 让企业让纳税人走在前面 制度往往是滞后的 好 最后一点特别要强调的是什么呢 我们对增值税立法 目前里面最不满意的一个地方 说实话是 没有立法的目的和宗旨 什么意思 就是说白了 你都不知道他凭什么向你增值税 对不对 作为中国的第一大税种 这个是很不像话的 我们认为 我到了部里之后 去跟负责增值税立法的那些领导 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我就交流过这个问题 我说我们很关心这个事 他说我们知道你们很关心 但对于你们很关心这个事 我们表示特别的不关心 为什么呢 因为吃瓜群众不关心 对吧 也就是说 你有没有这个东西啊 吃瓜群众压根就不看 比如说你有了增值税的立法 目的和宗旨放在哪里 肯定是写在第一条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 增值税立法推出来之后 你们纳税人会去看第一条吗 不看的 你们看什么 看税率是多少 对吧 镜像抵扣有哪些 税收又会有什么 对不对 你压根就不关心这个第一条 所以当人家说完这句话 我说我承认 但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一间纳税人不行啊 对不对 但你要知道下一代 沐浴着税收阳光成长起来的 那些纳税人 现在的小孩子们 将来是懂税的 他们是要关心的 你凭什么向我挣这个税啊 对不对 你要知道我们最近几年 一直在做一件事 就是税法进校园 那税法进校园 葛老师也参与其中 就是给中小学生讲税法 你像在2020年的12月份 我当时还在不以挂值 没有挂值结束的时候 我专门请了一天假 飞回上海 给上海排名第一的 上海中学的高二学生 做了40分钟的税法讲座 对吧 这40分钟啊 说实话上海中学 给不了我几个钱 对吧 没有几个钱 但为什么一定要回来 都是请假要回来呢 对吧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 特别重要 就是给中学生讲税法 这个事意义重大 当然很重要的 另外一点是什么呢 因为上海中学 是排名第一的学校呀 我希望我的孩子 将来有机会 能够进去读书 对吧 所以我一定要跟他们 怎么样搞好关系 你像这种学校 请葛老师讲课 我可以不要钱 对吧 甚至我可以给你钱 只要你能让我跟你 保持良好的关系 就可以了 对吧 就是这么卑微 所以你要知道 下一代的那些小孩子 中学生 小时候成长起来的过程中 是接受了税收的普及的 他们是了解税收 懂得税收的 那么那个时候 他们就要关心 你增值税的立法 不健全呀 对不对 你得告诉我凭什么征税呀 所以我们认为 将来增值税的立法 还是要写进去 写什么呢 至少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 凭什么征税 为了满足政府提供公共服务 筹集资金 这是目的 第二个 增值税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是中性 不扭曲资源配置 所以我们要维护 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 对吧 第三点 增值税一定有优惠 但是优惠呢 要有边界 以什么为界呢 以推动产业几个转型升级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为限 对吧 把这几个写进去 为了满足政府提供公共服 筹集资金 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 推动产业几个转型升级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特开征增值税 这样呢 就把政府的那双手啊 给他限制好了 你能利用增值税干什么 不能干什么 写清楚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将来应该做的事啊 现在呢 我们说了不算 人家也不听 那就不写 等我们说了算的时候 我们亲自把它写进去 就可以了啊 当然写进去意味着什么呢 又多了一个小的考点 是吧 好 这是我们看到 关于增值税的立法和改革 跟大家聊到这个地方 那么接下来 第二个问题 消费税 消费税呢 前面跟大家聊的时候 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 我说消费税的立法 是消费税改革的一个什么 一个开始 而不是结束 那应该往哪里走呢 十四五根话里面讲的很清楚 四个方面 这四个方面 跟我过去这些年 一直在给大家讲课 讲的四个方面 是完全一致的 对吧 哪四个方面呢 第一个 扩为 征收范围上要扩为 但是怎么扩呢 我们认为是有进有退 不该征的 你就退出去 比如说化妆品 对吧 化妆品90年代 我们征重税 是因为那个时候 把化妆品当什么 当奢侈品 现在化妆品就成为了 正在听课的各位美女同学 你们必备的生活用品吧 当然你们的必备的生活用品 包括什么美图秀秀啊 美颜相机啊 什么逆光也清晰 照亮你的美啊 对吧 幸好这种东西 不征这个税啊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 要退 将来逐步的退出去 第二个要进 进在哪里呢 三高 高污染高消耗 高档消卑品 比如说私人飞机 高档家具 这些东西是应该征税 怎么样 没有征税的 对吧 18届三中全会 就已经提出来了 到今天已经八年了 各位提不上去 为什么 难度在哪里啊 因为我们的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里面 就有一部分人 他们就在用这个东西啊 企业家们嘛 对不对 所以你每次往上提的时候 人家作为参与决策投票的人 他们是不愿意的 是反对的 这就很尴尬 对吧 之前呢 在我们单位给这个研究生上课 大部分都是二十多岁的小孩子嘛 对吧 然后有一个学生在汇报的时候 就说了一句 他告诉我认为 对高档消费品征税 没有任何分歧 全社会都有共识 我说那是你有共识啊 因为你不用啊 你问过人家用的人的感受吗 人家跟你一样有共识吗 人家没有的 懂我意思吧 所以这个地方的障碍主要在于此 但是呢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习近平总书记 刚刚在求是发表的 那个重磅文章里面明确提到 对吧 要对消费环节的税收进行改革 对吧 要适当去扩大消费税的什么 征收范围 其实主要针对的就是什么 高档消费品 高档消费行为 对吧 比如说娱乐会所 对吧 高档的消费品 这些东西是要放进来的啊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扩为 第二个调整税率 调整税率里面呢 比如说啊 石木地板 一心筷子 这两个东西都是涉及到资源节约 合理利用的 对吧 我们之前讲课讲到消费税的时候提到了 但是税率只有多少 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的税率能够发挥调节效果吗 你会因为一次性筷子里边加了百分之五的消费税 你就不用了吗 不可能 对吧 在我说到这个事之前 如果没听之前消费税那个专题的 有些同学可能都不知道 一次性筷子里边还加了百分之五的消费税吧 对不对 你看哪有调节效果呢 没有的 对吧 所以真的为了发挥调节效果 我们建议把税率怎么样 提上去 发挥调节效果 当然从企业看到的不一样 对吧 企业的诉求是什么 那肯定是尽可能的不要争啊 对不对 这是立场不同决定的啊 好 接下来第三个征收环节 关节来了 那就消费税过去15个税务 绝大多数都在生产或进口环节征税 而生产环节征税带来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转让定价 税收流失 什么意思啊 你比如说我设立一个关联企业 以极低的价格卖给自己的关联企业 税务局在这个环节征税 拿到的税收非常少 关联且把价格提上去卖掉 消费者买到的东西很贵 但税务局怎么样 没有拿到钱 非常的尴尬 对吧 税收都流失了 那过去之所以在生产环节征税 主要是为征管水平怎么样 达不到 你管生产者总比管消费者容易的多吧 现在征管水平是问题吗 啊 各位你拿着一个手机到处扫码支付 你能扫码支付 理论上就怎么样 能够扫码交税啊 对吧 技术上没有障碍 唯一的问题是中文银行国库 对吧 国家税务总局 愿意把那个支付的端口 对负责支付的企业开放 因为这里边涉及到税收数据的安全性 对吧 一旦对接开放 你想象一下 在微信或支付宝扫码支付的同时 代扣增值税 消费税 承建交易非复加 绞入国库 可以吧 百分之百的征缴率啊 对吧 你要逃税 只有一条路 不付钱 不付钱嘛 有刑法管理 属于抢劫 更要命 对不对 所以 所以我们相信啊 将来生产转零售一定可以做到 但是很显然 中文银行是信不过什么 微信和支付宝的 所以他要怎么样 他要自己做 他在做什么 数字人民币 这不就是基础设施吗 对吧 做好了基础设施 奠定了基础 那么接下来生产转零售 顺利成长 对吧 利用基础手段 推进改革 最后一点要做的是什么呢 收入分享 就是中央转地方 前面跟大家讲 对吧 我们要健全地方税体系 对吧 地方政府没了营业税之后啊 举步维艰融资 对吧 各个方面特别困难 地方政府很难 那怎么办 我要健全 怎么健全呢 消费税是一个重要的抓手 从中央给地方 那么现在就问了 问题来了 能不能从中央给地方呢 可以 但有一个前提 什么样的前提呢 先完成生产转零售 为什么 如果你保持在生产环节征税 直接把它变成一个地方税 你等着看 全国各地的烟厂和酒厂 风起云涌 对吧 税源啊 我建烟厂好来 建酒厂好来 那茅台开心的不得了 玉璽开心的不得了 海之兰 梦之兰 做梦都得笑醒了 那得是笑之兰了 但你要知道烟酒这样的行业 不是鼓励发展的行业吧 是要规范发展的行业 因为涉及到身体健康嘛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要首先完成生产转到零售 完了之后才能中央给地方 这样的话 地方政府为了拿到更多的消费税 需要做的事是什么 培育良好的消费环境 吸引其他人到我们这里来旅游消费 才能拿到足够多的税收收入 对吧 这才是一个地方政府发展的正确模式 好 关于消费税 跟大家交流到这个地方 那么接下来第三个问题 企业所得税的改革 那么关于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呢 我们在之前里面提到过 十四五规划里面 没有明确的把企业所得税 直接点出来 那七个改革的要求 对吧 没有它 是因为它不需要大改 只需要小修小股 但我相信十四五规划 不可能完全不提企业所得税 这么重要的税种 对吧 CPA税法的老大 那所以肯定要提 怎么提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构建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 怎么扩大投资啊 那么你税前扣除的上限 是不是五百万的上限 要保持甚至提高呀 对不对 增加研发投入 怎么鼓励研发呀 那么就是实施更大力度的 研发费用加急扣除政策 对不对 那么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 这个代表了研发创新的 主力的企业一定要支持 对不对 那么具体来看 跟大家讲三点啊 第一个 扩为提高研发费用 加急扣除的比例 那这有两个含义啊 一个我们要提高 这个提高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 大多数企业 除了不允许研发费用 加急扣除的那些企业 都已经从百分之五十提高 到百分之七十五 对不对 一百万的研发 一百七十五万的扣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建议应该进一步的提高 像什么呢 像制造业看齐 制造业现在已经是 加急百分之百 一百万的研发 两百万的扣 从国际范围来看 百分之百加急扣除 是惯例 对吧 所以对这些行业来说 应该去进一步的提高 那么反过来说 百分之百加急扣除 这个政策 也就相当于是 扩为到更多的行业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 第一个层面的意思 第二个层面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单纯来理解扩为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前面讲到 以烟草为代表的六大行业 没有资格做研发费用 加急扣除 对吧 说白了 不鼓励搞研发 但你要注意 这六大行业里面的 有个别行业 在今天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之下 我们要重新考虑是不是可以 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什么行业呢 批发零售业 这个行业直接对标的是什么 说白了 消费 对不对 那么之前我在跟大家聊 三个新发展的时候 大家看到消费对中国的重要意义 我们要提振消费 对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主旋律 一个重要的抓手 对吧 但问题是怎么去提振消费 那么去年疫情冲击这么严重 中国的GDP能够保持2.3%的增长 消费也是撑住了 对吧 而消费之所以能够撑住 没有急剧下滑 靠的是什么 实事求是的说 靠电商直播带货 这样的新型消费模式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虽然这些行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刷单呀 逃税呀 甚至卖假货呀等等 对吧 但你会发现最高层对电商直播 这个行业的态度是什么 是包容神圣 对吧 是支持你的发展 你看到去年的双十一 居然搞了20天 大家有印象吗 双十一不是从11月11号干的 是从10月20号左右就已经开始干了 我当时都已经困惑了 说人类记载时间的单位已经不算数了吗 双十一不是一天吗 怎么搞了20天呢 就提前20天开始搞预售 说明最高层想的很清楚 电商还是要鼓励 还是要发展 对吧 你能想象说五年之前 你能想象你今天的消费模式 居然是每天晚上往床上一躺 拿出手机看直播吗 对不对 说看到人家在吃什么东西 说我也要吃 你就下单了 看到人家去哪玩 我也要去玩 你就买机票了 对不对 这就是新的消费模式啊 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未来我们的主流消费模式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不知道 企业家要代表我们去创新去探索 对吧 你要走在前面 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 从财税政策上来讲 我们要鼓励企业大胆的往前走 所以要考虑对这个行业 给予一定的什么税收优惠 是不是可以考虑 把它纳入到研发费用 加急扩除的这个范围 然后也鼓励他们去做什么 做研发做创新 那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优化亏损结转 优化亏损结转里面的含义呢 包括两个层面 第一个呢是延长向后结转的年限 前面在讲到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反复告诉大家 我们常规年限是五年 对吧 高清技术科技型中小企业 我们给了十年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疫情相关的困难行业 我们当时给了八年 但你跟其他国家 世界上其他国家来比 你的十年小屋见大屋 以美国为例 特朗普上台之前 向后结转二十年 特朗普上台之后 改为了什么呢 无限期向后结转 以英纳税所得额的80%为限 无限期向后结转 对吧 所以你就能理解 为什么美国经常出现一些企业 数十年如一日的搞研发 搞创新 对吧 你比如说什么抗癌药 对吧 药企 十年二十年 研发一款抗癌药 上市之后 在专利保护器内 卖的非常贵 对吧 我特别喜欢18年的那部电影 我不是药神 那部电影好在哪里呢 它没有批判任何一方 包括药企 就是药企把药卖的那么贵 是有道理的 如果你不允许药企把药卖的那么贵的话 意味着什么 没有人会去愿意做这样一个事情 对吧 没有人会去做的 整个人类社会因此而倒退 对吧 我们要尊重市场经济 就要允许人家在专利保护器内 把钱赚回来 但问题是 此前的十到二十年 暗无天日的研发 巨额的亏损 谁来帮你抖底啊 只能政府抖底啊 延长向后亏损结转 在这个方面 中国的力度应该再大一点 那再大一点就意味着 你们又出来了新的考点 对不对 那么与此同时 还要考虑的是什么呢 第二点亏损结转的方向 什么意思呢 前面讲到企业所的税收 我跟大家提到过 困难行业企业 对吧 交通运输啊 餐饮住宿旅游啊 这些企业 那么当时 当时给了一个五年到八年的政策 但最后发现不好用 对不对 因为他等不及就死掉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启发我们什么呢 亏损结转的方向 是不是可以引入向前结转 向前结转意味着什么 就是用你今年产生的亏损 去弥补以往年度的利润 那么就会产生什么 退税 对企业进行精准扶持 我记得当时疫情一来 很多企业很困难 但是呢 企业最大的难题 不在于要不要给他减税降费 最大的难题在于现金流短缺 资金量断裂 没钱 对吧 所以当时他们对政府的呼吁是什么 能不能给我们钱 财政补贴 对吧 然后我当时就反问 给谁呀 给多少 对吧 怎么做到公平 又有效率 很难的 但是当你引入这样一个制度的时候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为这样一个制度 充分考虑了两个方面 第一个 这个企业在之前活得很好 他创造了利润 对吧 缴纳了税收 解决了就业 今年呢 因为疫情暂时性 遇到了一些困难 对吧 用你今年的亏损 去弥补以往年度的利润 然后用你当年缴纳的税收 来帮你怎么样 渡过难关 对吧 对你进行精准扶持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建议将来针对中小企业 可以考虑引入 向前截转一到两年 来应对未来的一些不确定性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 第三个方面改革的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降低法定税率 法定税率25% 从2008年到现在一直没有变过 很多人都觉得很困惑 说为什么一直不讲啊 对吧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前面也提到过 25%在2008年那个时候 说实话 低于发达国家的普遍水平 我们当时是偏低的 我们很骄傲 但是呢 过去这些年呢 你看着 随着特朗普税制改革的落地 一大波国家减税浪长的兴起 人家都在减 你要不要减 当然要减 你比如说美国从35降到21 英国从30一路降低到19 目标是17 人家都在减了 我们也要减了 所以前些年财政部 其实已经组织过专家研讨测算 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企业所得税的法庭税率 比如说三到五个点 20到22这样一个水平 差不多了 但为什么一直没有做呢 因为前两年我们搞过一些大规模阶段性的减税降费 而阶段性的减税降费某种程度上就延缓了税制改革 释放红利的空间 没有机会嘛 对吧 财力是有限的 那所以当时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推进这种降低税率的制度改革 那没错啊 那有人说呢 葛老师我们现在疫情慢慢的缓解了 对吧 未来是不是应该考虑降低企业所得税的法庭税率 应该考虑 但要注意国际环境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呢 特朗普在任的四年是全世界减税的四年 对不对 但你要知道拜登上台之后他要干什么 他要加税 知道吧 他要加税 他已经公布了自己的这个加税的基本方案 对吧 比如说把公司所得税从21%提高到28% 对吧 把年收入在40万美金以上的高收入人群 最高编辑水率从37%提高回税制改革之前 特朗普税制改革之前的39.6 对吧 第三个 年收入超过100万美金的极高收入人群 土豪们 他们有一个资本利得税 我们国家这个是暂时给你免掉的 比如说买卖股票的20%没征 对吧 人家要征的 要求把这个20%提高到什么 跟工资薪金一样的39.6 第四个 扩大遗产税的征收范围 降低门槛 这四个方面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 叫劫富细贫 对吧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要干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干的事 干的比我们还要狠 对吧 当然不可能完全落地 你相信会遇到巨大的利益群体的阻挠 但最后博弈之后 加税的趋势不可逆转 对吧 这个趋势已经显现出来了 那么尤其是什么 最近我们看到的OECD的双支柱方案 在之前我跟大家提到 OECD为了应对数字经济的税收挑战 酝酿了一个双支柱方案 其中的支柱一 是针对数字经济的税收挑战 而支柱二就是被俗称为叫全球最低税 什么叫全球最低税呢 就要求各个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的最低税率 不得低于多少 15% 对吧 全世界画一条红线 不能低于15 那么低于15的国家 我们建议你要提上去 如果你实在是不听呢 不听的话 我们就赋予你的居民国 就你们国家这个地方的税率 跟15之间的差距 补征税款的权利 简单来说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就让一个跨国公司 不管去全世界哪个地方搞投资运营 你的税负都不能低于15% 除非你去火星上 去月球 你离开地球 对吧 只要在这个星球上 我就要要求你不能低于15% 这叫全球最低税 那么这个对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来说 目前来看 很多国家都基于税收优惠的现状来看 这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加税的趋势啊 所以当年减税的时候 我们跟着减了 对吧 现在人家要加税了 你要不要跟着加 当然不能加 对吧 你加的话老百姓要弄死你的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要保持定力 我们要保持定力 不能加 但会影响什么 影响你减的节奏和步伐 人家都已经在加了 你招什么急减呢 懂我意思吧 所以这个客观环境的变化 大家要了解 当然这也意味着 我们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 可能不如预期的 那么快的给你降下来 对吧 那考试的压力 是不是又小一点了 对吧 税率短期内没给你变 好 这是我们看到 关于企业所得税的情况 接下来第四个问题 关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 关于这个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 我想跟大家分享 四个方面啊 就是你来看一下 十四五规划里面 对个人所得税的改革 提出来的一个整体要求 叫什么呢 叫做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推进扩大综合征收范围 优化税率结构 这是一个总体要求 后边特别明确的提出来 要干什么呢 要健全直接税体系 推进综合与分类 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要服务直接税 对吧 明确强调要加强对什么 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和监管 对吧 这是我们前面 跟大家分享 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反复再提 这个群体的税收流失怎么样 太严重了 那怎么办呢 四个方面啊 第一个 首先要扩大综合所得的征收范围 也就是这个地方 已经明确提出来的 对吧 要进一步的去完善 综合与分类 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就简单来说 我们前面跟大家讲 个人所得税的时候提到 我们实现了 从分类走向综合的第一步 把工资金金劳务报酬 搞出退圈 使用费四种劳动性质的所得 合并为综合所得 对不对 但你会发现 经营所得留在外面 对吧 资本所得留在外面 而带来了大量的什么 税收流失 那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 扩为 怎么扩呢 第一步 把经营所得将来要纳进来的 对吧 经营所得迟早是要纳入综合所得 一并征税的 包括将来的财产转让财产租赁 就是你买卖房屋啊 出租房屋啊 理论上都应该缴纳 个人所得税 现实中呢 可能有一些流失的问题啊 将来都要纳入进来 对吧 偶然所得也可以纳进来 将来放在外面的就是什么 利息股息红利 纯粹的资本所得 按照格老师的想法 我跟你讲 利息股息红利也可以纳进来 凭什么 对资本所得20% 对劳动所得最高45% 有道理吗 没有道理的 当年我们做这样一个制度设计 是因为资本比较稀缺 鼓励资本 对吧 现在资本已经不稀缺了 已经开始泛滥了 各位 无节制的资本扩张 就带来了今天贫富差距的扩大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管起来 将来要有魄力 把这些东西做下去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 工薪阶层最关心的 优化专项附加扣除 前面跟大家讲 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也提到过 对吧 我们的专项附加扣除啊 各有各的问题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六个方面啊 第一个子女教育 子女教育里边 前面最大的问题 我反复提到 就是三岁之前的孩子 不让扣 这个要解决 所以我们提的 第一条建议是什么呢 把三岁之前的孩子 纳入专项附加扣除的范围 对吧 那么纳入的时候呢 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 就是直接放到子女教育底下 对吧 如果你认为教育 跟他不太相匹配 那就改个词 叫子女养育就完了 对吧 改为养育就可以了啊 还有第二种方式 就专门单设一个三岁之前孩子的照护 看护费用 对吧 这种方式呢 目前来看 可能性更大一点啊 那这种方式下 大家关心的就是标准是多少呀 我们估计应该跟子女教育差不多 对吧 一个娃一个月 一千块钱 差不多了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条建议 一定要纳入进来 第二条建议是什么呢 引入累进扣除 什么叫累进扣除 就是第一个娃按标准扣 第二个娃1.5倍 第三个娃两倍 第三点 引入差异扣除 什么叫差异扣除呢 学习住房租金 对吧 划分不同城市标准 至少大中小三类城市吧 不同城市 给一个不同的什么扣除标准 因为不同地方的这种子女养育的成本怎么样 差距太大了 这是我们讲的 关于子女教育这个方面提的三点建议 第二个赡养老人 赡养老人这个地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不管几个老人顶额扣两千 对不对 一个老人扣两千 两个四个八个还是两千 有人说高老师不公平 第一个老人是人 后边就不是了 后边就不是了 为什么不允许老人按人头扣除啊 我们很担心老人可以按人头扣的时候 中国的老人不够用了 家家户户抢老人 有人会跑到大街上去认敌 也很丢人的 所以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恶心的状况 我们做了一个不合理的制度设计 但你要相信一点 将来啊 售物系统跟民政户籍系统是一定可以联网打通的 也就是说你们家有几个老人需要赡养 这件事应该在系统上就能够看清楚 对吧 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呢 只要父母双全 年满60岁 或者说年满那个时候的退休年龄啊 那么顶额扣4000 先做到这一点 对吧 先把这个解决了啊 短期内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那就岳父岳母公共婆婆的问题 对吧 这个18年制度一落地告诉你说 丈母娘不让扣把上海一堆好女婿给她挤的了 马上跑到丈母娘面前说什么 说丈母娘就不是娘吗 丈母娘比我娘还娘 丈母娘说我亲娘啊 讲的特别好 对吧 哄丈母娘开心吗 说到底扣不扣不重要 对吧 让她开心最重要 但你这个地方不让你扣 是合法的 你去看一下民法典 写得很清楚 你对于配偶的父母啊 没有赡养育 只有协助赡养育 换句话说 你可以不养她的 你不要这么开心吗 我隔着屏幕我都感觉有人笑出来了啊 终于找到合法的依据了 是吧 但我们说一个好的社会不能只追求合法 还要追求什么 合乎情理 尤其要考虑到一个群体 什么群体啊 全职太太 人家没得扣 你要人家扣啥吗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将来要考虑 第三点 房贷离析 房贷离析里面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没有体现地区差异 对吧 不管你什么城市 就是一千块钱的房贷离析 税前扣除 那你要知道在上海 在北京这个太微不足道了 对不对 我们希望将来能够稍微体现一下地区差异 跟住房租金学习一下啊 好 接下来继续教育 继续教育里面的问题比较多 你比如说标准过低的问题 对吧 辛辛苦苦花三五年考了一个CPA 对吧 拿到证之后让你扣多少呀 三千六 注意啊 扣的还不是税 扣的是因纳税所得额 对吧 太微不足道了吧 对不起各位 你们如此辛苦的学习啊 对吧 所以我们建议将来这个地方应该幅度再大一点啊 尤其CPA很辛苦 你不能跟普通的资格争混为一台呀 对吧 不容易的啊 那么与此同时呢 还有一个时间上的这个问题 就是扣除时间的问题啊 这个问题什么概念呢 就是你比如说你们19年考证 对吧 终于考过了啊 20年证书到手 但是呢 到手的时间比较晚 可能没来得及做扣除 怎么样 过期了 对吧 这就很不像话了 所以这个扣除的弹性时间 应该再大一点啊 好 那么大病医疗这个地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老人的大病找谁扣啊 对吧 我们知道夫妻之间配偶之间可以互相扣 子女的可以让父母扣 但是老人的呢 他现在不让子女扣 但你要知道这个是用的最多的呀 所以建议将来这个地方要去完善一下啊 当然还有关于免扣额 比如说15,000啊 我超过15,000的部分才能去扣 有人说能不能再低一点呀 还有一个扣除的上限是8万 有人说能不能再高一点呀 这个东西众口难调 对吧 所以短时间内可能还是保持稳定啊 那么最后一个住房租金 住房租金啊 就是标准过低了 虽然是划分了不同城市标准 但你知道一线城市 对吧 包括二线的省会城市都是一个月 1500 1500在上海去哪租房啊 对不对 租个隔间都很难啊 所以将来这个地方我们建议再稍微提高一下啊 更加去体现出来我们这些实际的生活成本啊 好 这个我们看到关于优化专项不加扣除 那么接下来第三点要干什么呢 要完善吸引境外高端人才的个人所得税 说白了 你要跟香港和新加坡抢人 那你抢人的时候最大的劣是个人所得税嘛 对不对 人家说走就走 怎么办呢 很简单 学习海南自暴港模式 简单粗暴 就是个人所得税超过15%的部分 怎么样一律免征 绝对不允许个人所得税超过15% 对标谁啊 香港 就这么简单粗暴 这是针对什么 境外高端人才的 那有人说 哥老师我是境内人才 人称CPA税法界小能手 是吧 那也应该鼓励支持一下 怎么办呢 第四点 就是降低综合所得的最高边境税率 简化集次 对吧 我们现在的集次啊 七级太多了 没有必要 增加了征管成本 提供了筹划空间 但是有筹划能力的 往往都是什么 高受者 你又带来了新的不公平 何苦呢 没必要 五级足够用 未来的目标三到四级 这是未来的事啊 最高边境税率45% 实际上形同虚设 在这交税的人 退掉了 不在这交税 拿出来骂你 真正在45%这个地方 交税交的最多的 两个群体 大家知道是谁吗 一个高校里面的知名的专家和教授 那么就是我的同行 对吧 我的同行里面收入 比如说在前5%的 一年挣了100万200万 第二个呢 就是医院里边的名医 比如说各大科室的主任 经常出去飞个刀的 飞刀知道吧 比如说小地方 医疗罪员有限 从上海 从北京请了著名的医生过来 对吧 花两个小时做一台手术 一万块钱 可以吧 可以的 合理合法的收入 你做不了吧 对吧 不是乱七八糟的红包 人家也交了税 但你要知道 这帮人哪怕一年挣了一两百万 他们是真正的富人吗 不是的 对吧 不是真正的富人啊 说到底还是打工的呀 都是靠班砖讲课打工的呀 对不对 做手术打工的呀 你要知道 要饭要的再好 不就是盖帮帮主吗 对不对 那么还是要饭的吗 他不是真正的富人 真正的富人是什么 是靠税后所得的 就睡了一觉 醒过来之后发现 呀又多了三套拆迁房 这才是土豪呀 对吧 你说你用这么高的 45%的税率 来惩罚一帮体力劳动者 就是我们这样的人 没有必要吗 对不对 以我个人为例 我在20年补税补的特别多 是因为我19年讲课 讲的特别多 19年讲课 最疯狂的时候 到什么地步 啊 一天三个地方 对吧 上午在苏州 下午在上海 台大晚上在复旦 一天两个城市 三个地方 只有苏州都满足我这一点 对吧 九个小时的课 或者白天在上海 晚上飞成都 红眼航班一落地 就是半夜 第二天上完课 晚上飞上海 第三天上个上课 晚上飞下课 第四天上个上课 晚上飞上海 一天一个地方 你像现在 节目之后 马上要去苏州 明天上午苏州上课 上完课之后 飞南宁 南宁上完课之后 当天晚上飞回上海 第下一天 在上海上课 上完课之后 马上飞霍赫特 霍赫特上完课之后 马上飞回上海 紧接着在上海 继续上课 对吧 这一周基本上 就是这样一个节奏 那就是节奏快到什么地步 快到核酸都追不上我 你知道吗 对吧 如果某个地方落地 需要我核酸的话 我根本就来不及做 我流窜的太快了 能理解我意思吗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都是很辛苦的 靠体力劳动赚钱的 你说你用这么高的势力 来惩罚我们 实际上得不偿失 为什么呢 因为说到底 我们这帮人啊 我们这帮人 有一个特点 学习能力很强 对吧 学习能力很强 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要知道 去年你争到我这么多的税 是因为你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 没有做好准备 对吧 今年如果我再让你 争到我这么多的税 你是不是在侮辱 我的专业能力 我自己就是干这个活的 我辛辛苦苦这么赚钱 是因为什么 很多人说 跟老师讲这么多的课 是因为特别热爱 讲台事业吗 只是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因为穷啊 如果不是因为生活所迫 谁愿意把自己搞得一身才华 对不对 所以你要搞清楚 我们这帮真正的体力劳动者 不愿意去交这么高的税负 那我就会想办法 去优化自己的税负 何况我本身就是干这个事 所以也不怕告诉各位 我今年六月份 年度汇算补税的金额 是我去年六月份 补税金额的百分之几 我降低税负 降到了95%以上 知道怎么做到的吗 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 靠的是什么 知道吗 靠的是我去年挣的少 对吧 因为我去年才不理挂职嘛 对吧 工作日出不来啊 只有周末能够出来流窜作案 或者是晚上做点直播 还不能带货 所以去年的收入是断崖式下跌 粉末性骨折呀 对吧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啊 那你当然挣不了多少税了 对吧 交不了多少税 再加上一点合理的筹划 那么未来将来你这个地方 实际上也挣不到多少税的 因为你的制度设计不合理 因为你要相信一点 一个好的社会 是要尊重所有人合理合法 致富的社会 富有不是错 为富不仁才是错 对吧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我们要尊重 虽然通过自己的能力知识 学历获取更高的收入 但没有必要用45这么高的税率 去惩罚一个真正有能力的高收入者 我们应该把税率怎么样 降下来 第一步降到35 未来的目标跟企业所得税 逐步的看齐 对吧 这样就防止你在劳动所得 跟资本所得之间干什么 转移收入没必要了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你让他把该交的税交上来 但不要用特别高的税率去惩罚 他把他吓跑 这才是一个公平合理的 个人所得税制度 好 关于个税 跟大家交流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